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名人堂 我是洪乃荣 台湾名人堂要告诉大家 有故事的人 有意义的是 2024的巴黎奥运呢 要把P6纳入正式的比赛项目之一 而在我们台湾P6界的第一把交椅 陈伯君老师 他不但荣获了第11届总统文化奖 青年枪用奖的殊荣 同时呢 他也是全台最大舞蹈教室 HRC的创办人 更不容易的是今年7月呢 他正式成为了这个巴黎奥运 P6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 我们今天很开心 请来伯君老师跟我们聊聊 伯君老师好 南龙好 又大家好 我是B-Boy伯君 陈伯君 资深的B-Boy伯君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老师你跳P6跳了30年了 二十几年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对 1993年 1994年开始 OK 真的是台湾很资深的元老级 那你现在听到说 这个奥运正式要把P6纳入项目 应该心里应该很兴奋吧 对 非常兴奋 那时候的感受是什么 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这个消息它 它出来的有点突然 所以其实当下不论是我 或者是全世界这个P5圈 街舞圈的舞者们都是非常地震惊 但是也很兴奋 但是也很兴奋 因为并不是P5圈的人 P5的协会把P5纳入奥运的 而是国标舞的协会 世界舞台协会 它们叫做WDSF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消息出来的既震惊又兴奋 因为它就好像是今天你是练泰拳的运动员 那你突然听到太极拳协会把泰拳纳入奥运 就会 这个消息就会蛮特别 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 那你自己身为2024巴黎奥运这个P5项目 你本来是顾问 那在今年6月飞到巴黎去 那在7月得知说你自己正式成为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 那时候的心情又是怎么样 因为对台湾人来讲 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少见的状况 我其实知道自己是有能力的 对 那只是说我不是那种一直想要追求名获利的那种人 我还是比较像艺术家 但是我会知道说有些事情你必须去做 因为你不做就没人会去做 所以就跟我自己很重要的那一段名言 就有关系就是人力越强责人越大 蜘蛛人的名言 对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就会把它扛下来做 对 那我的压力来自于 第一个这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对 它是没有人做过的 就是这就是零到一嘛 一到再一把 对 所以你要怎么样把零的东西带到一 然后现在我们要做到一百 对 因为进了奥运了 所以零到一 我也参与了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现在我们要移到一百 所以这一切的过程会是困难重重 那加上这本来它是一门 所有的舞者认为这是一门艺术 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文化 这个整个BREAKING PD5这个嘻哈文化 所以今天它变得一个运动 等于说你将这样一个不同的东西放到一个新的体制 对 它会有非常非常的冲突 所以这些种种的这些因素啊 当然就会造成说 会有很大的压力 对 而且总负责人我觉得这压力应该更大 相比于之前你本来的角色是顾问 接下了总负责人之后 你自己的心态上有些什么改变吗 接了之后我也发现 哇 真的是你每天可能会 例如说我今天可能起床就有46封Email 然后两三百条讯息WhatsApp这样 那又有不断来自日本 来自哈萨克 来自俄罗斯 来自法国 德国 各种人要跟你沟通 然后你必须要处理很多这些中间的事情 那它又有很特别的know how 并不是一般的坐在办公室的人 他有办法去处理的 因为你面对的是来自世界各种不同的艺术家 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reputation 声誉 同时你又要面对全世界那些 已经是在这个体制很久的那些国标舞协会的这些 这些officer 这些所谓我们在我国乘坐单向协会的这些人 全世界你都必须对到 那你可能又必须要对IOC世界大会的人 对 所以 说真的就是工作量差蛮大 你这样问有有失眠吗 我有失眠 你有失眠 我有失眠 我现在一天都睡三十个小时吧 所以那个心理压力之大可以想像 对心理压力很大 但因为长期台湾在你们的推动之下 其实霹雳舞算是还蛮被认可的一项舞蹈了 那我不知道说现在它被纳入奥运项目之后 你们自己对于台湾的霹雳舞在这个上头的优势 你怎么样看 有人觉得台湾应该还蛮有机会的 你自己怎么看 其实台湾是真的是还蛮有机会 就我们中华台北的选手 对 因为霹雳舞这个东西它不看身高 它也不看起重 不是比利器 对 它也不一定是某些特定人种 它可能就前身爆发力 它可能有些人种 它可能天生有这些身体上的优势条件 但霹雳舞它讲求的是一种很特别的素质 它讲求音乐性 讲求创意 所以在我们国家这样很自由开放的风气 就有办法创造出很多优秀的艺术家 那将他们心中这个源源不绝的创意 将他们的idea注入在这些舞蹈里面 那为什么说它特别 因为好比来说我们不像体操一样 就是说你做安玛 你脚要全直 你才会拿到分数高 当安玛这样的动作 脚直有脚直的做法 脚弯有脚弯的美感 所以它这个标准值没有这么一定 可是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会说这个 被纳入奥运新兴运动项目的这一个 具有urban culture 有音乐有文化的一个新的运动 这个霹雳舞 它才会是如此的特别 跟其他的运动项目不一样 也因为如此 就我国的选手 我觉得还是蛮有机会的 但我好奇就评审来说 像你刚才讲 它其实很多部分不是有 我们既定存在的标准 因为它毕竟奥运之前 这个项目没有存在过 你们这个评分的标准会是什么 其实它的评分的标准 应该是说 只要你长期去研究这个舞蹈 你参与 你心中会有一套标准 那只是说 之前没有人整理出来 那也因为奥运的来临 所以我们有把这样的一个 裁判的评审的标准 整理出一套 很像是哲学的一套系统 那目前这套系统 它叫做Triview Triview System 那基本上它的逻辑 就是来自于 从三个层面 然后衍生出各种不同的 不同的素质 不同的quality 例如说好比说 就三个层面 身 心 灵 Body Mind Soul 那身体是什么 身体讲的就是 有关你生理条件的任何因素 你做的动作是快还是慢 大还是小 高还是低 你的身体弹性的条件 是很有弹性还是很没有弹性 你的动作的这个危险性 高不高还是低 这些都是有关Body 就是 physical quality 这些身体条件的这个 一个层面 那Mind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跟其他的运动 很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不断的在创造新的东西 对 随时随地都创造新的动作 我们并不是说 按照我们的训练菜单 训练就好了 而是你在训练的同时 你要想办法去创造去发明 不断去发明很多动作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 就像安玛 Thomas 我们叫Flare 对 那这个动作是体操 是P5从体操 这边取得灵感 而拿过来用的 但是因为这个灵感 而发明得出 在天空的安玛 叫做Air Flare 那这个动作我们叫做Pow 那其实他也是用手在地上撑 只是他的脚变在天上飞 然后脚不落地 所以他叫做Air Flare 就感觉好像是空中的安玛 这就是所谓P5里面的发明 那很有趣的是 当这个动作P5发明之后 我们也看过体操选手 又把这个动作 拿去体操那边 都是互相有影响 所以其实是蛮酷的 那很不一样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体操他可能 脚会需要到很直 或你的脚必须要到 几度啊 他们可能会算这样的东西 可是P5里面很妙的是 不一定直就是好 也不一定弯就是不好 直有直的美感 弯有弯的美感 就看你怎么样去抓这样的一个sense 所以身 心 那当然在心里面 我们也讲很重要的 就是说 讲这个人格特质 所谓的人特质 并不是说你这个人怎么样 而是说你这个人 在跳舞的时候 你呈现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 哇 他跳得好像李小龙 这个人跳得好像忍者龟 那个人跳得 怎么有蜘蛛人的感觉 会反映在舞蹈上面 会反映在舞蹈上面 你就这样想 其实我们不希望 每个人做出来的动作是一样 然后是很完美 不是 我们是希望每一个舞者 当只有影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shadow 从他们的影子 而看出来 哇 这个人是 这个是奶龙 那个是伯君 有他自己的样子 对 所以在脉里面 在心 心灵的部分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我们在里面 会讲说 personality character 就是你的角色特征 对 那最后一个是最妙的 什么运动相互 你会看到灵魂 body mind soul 为什么要灵魂呢 因为音乐在我们的PD5里面 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元素 没有音乐就没有舞蹈 那更特别的是 音乐并不是运动员 或者是舞者自己去准备的 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于DJ 现场去放 他随机放 那当然他放的音乐 都是跟PD5有相关的 他可能是show 可能是funk 或者是他可能是hiphop的音乐 对 那他DJ在当下放的这些音乐 都是随机的 都是这些选手 他们不会事先知道的 而你如何表现 将你的舞蹈 将你的表现 跟这些音乐做结合 同时DJ也会看选手 在场上的舞蹈 他会做一个适时的转换 或者去刮那个唱盘 做scratch 然后去配合他的脚步 所以其实是互动的 所以你指的是到时候 巴黎比赛的时候也会是这个样子吗 也是这样 也是随机的放音乐 也是随机的放音乐 因为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因为 我存在这个 这个位置 跟这个 这个组织里面工作 WDSM里面工作的 最大的责任就是说 今天 PD5 纳进去奥运 是 但我们都不希望他进奥运之后 他变成一个 不一样的事情 没错 他变成说 为什么是不一样的人在跳 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大家看这个东西 怎么就走位了 就走 走一个样子 我们希望他保有他的文化性 但同时 进入体育赛事 他有一些体育赛事的规范 一些公平竞争的准则 当然我们要去平衡 可是 我们不可以 所有的文化 历史 都不见了 这也是我认为说 我刚刚说的 能力越强 责任越大 就是必须 要去确保这些 都在对的道路上 一路到巴黎奥运 老师那除了有接触PD5的人之外 我相信可能大部分 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对PD5还是有一些不了解 也肯定有人会有一些的误解 您知道的最常见的误解是什么 那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 最常见的误解 应该就像我们刚刚说 外行看热闹嘛 那大家可能会一致的认为 想说 就是转越多圈 然后越快 然后越大 他就是越厉害 当然 当然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素大就是美 就是说 感觉那个动作难度越高 对可以这么说 可是他不是单纯只有这些 唯一的标准 唯一的标准 而是说 我觉得大家很难理解的是 大家常常会看一场比赛 诶 那个转好多好快 可是这个都没转 他就做一些很细微的腿部动作 诶 可是为什么他赢 这就是一般大众常常会误解的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 在这个 这一个 新兴的运动项目 在这个艺术 在这个文化里面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音乐 你必须 always 跟着音乐去走 所以假设 今天 这场battle里面 假设 这一方出了 全部都是旋转动作 然后很快 转得很漂亮 当然他也很厉害 但另外一个出来的 他可能都是在跳舞 但是 他可能跳舞 然后他可能就是 完全对着这个 歌词 这个歌手 然后他用的很 很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 去对这些音乐 甚至他的动作 就好像是 我们的对嘴一样 对 他可以完全是 对到这些歌词 然后他的细部动作 可以完全让人家 跌破远近说 哇 天哪 你怎么可以 临场反应 对 临场反应 然后加上你怎么可以 把音乐诠释成这样 那他有可能就是会 胜过 那个大动作 因为其实 对裁判来说 或者对这些 对我们舞者 艺术家来说 这两个都很难 对 他并不是说 就是转得越快 然后越大 越 越 翻得越高 他就是一定 因为我们比的 我们是舞蹈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特技大赛 对 老师我自己好奇 就是说 所以这个是你觉得 霹雳舞最吸引你的原因之一吗 就是你必须要临场发挥 然后随着音乐 去做不同的变化 还是你有 你自己认为 它最吸引你的地方 我觉得可以 从这个点 然后更往上去突破 是说 因为 我们可以去临场 反应 然后可以去 自由发挥 所以最吸引我的原因 就是 所谓的它的自由性 自由性很高 对 它的自由性很高 想看看 当然当我们 就是 一整天忙碌工作 然后 可能 很多不如意 不满意 但是 即使你的身体很累 音乐一放下去 你的身体就是跟着音乐 去走 而不是说 我要先做这个 再做那个 再做那个 不是 其实你的身体是 你跳到后面 因为你心里的身体是 是自由地跟着音乐在走 嗯哼 所以那是一个很 很自由的状态 就像刚刚说的 身心灵 你的灵魂被释放了 你在 在舞蹈里面 你诠释的不是 白天在上班的那个你 你白天可能是一个 在办公室 坐在办公室 上班的一个 警察 但你晚上 你突然变成了 就像我刚刚说 你可能突然变成 你自己是 捍卫战士 你可能自己是 神力女超人 在你的舞蹈里面 所以我觉得 那是 那是最吸引我们的地方 我们会去 一些孤儿院 或一些偏远的山区 去教当地的孩子 跳舞 去了布丹 去了非洲的乌干达 当下 没有办法真的 教会他 太多的东西 但是 你可能在他心中 种下了一个 街舞的种子 让他知道说 原来人生中 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可以赋予他 一个新的生命 让他往后的人生 可能继续去学习 继续去启发 好 柏君老师 是个资深的B-boy 我们一开始开场聊到 你跳舞到现在二三十年了 聊到这一开始 你是怎么接触到 这个霹雳舞这个项目的 大概在十岁十一岁吧 然后我父亲他买了一卷 L.A. Boys的录音带 那时候真的当红 对对对对 那时候跳 跳 跳好一颂 跳跳 跳到要去笑 然后他本来是希望我 听那个录音带去学英文 学英文 对对对对 结果你学舞去了 对对对 殊不知我就 被他们 当时的里面的那些街舞 PD舞的那些动作吸引 然后就开始 开始跟学长啊 跟一些校外的大哥哥 就开始练习起来这样 所以那时候也没有 特别去学嘛对不对 就是在私下跟认识的人学而已 对那时候就 就资源也不多 资讯也不多 那然后小时候也 也没什么钱去学这些东西 所以就自己摸起来这样 后来我那时候大学也考上 实践的设计设计系 对对那 我半工半读 我那时候念设计 然后接设计案 然后我组舞团跳舞比赛表演 其实就是看你怎么去分配你的实践 所以你那时候其实就已经打定 要往跳舞这条路走吗 其实没有 没有 对没有在那个年代 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大家不会觉得他可以当饭吃 对 从来不会有那个想法 我自己也大概就是 有想过说 我自己 我记得我之前有写下来 我忘记是磕在我的 磕在我的打火机 Zepo的打火机 就是几年开始跳 然后跳到几年 好像是 对我有写下来 你设了一个时间 对我就是设了一个时间点 那那个年代就是 男生就是大概跳到 上大学就不跳 或者跳到要当兵就不跳 或者跳到要结婚就不跳 可是其实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他已经是一种生活态度了 对 那那时候家人支持还是反对吗 还是让你自由发展 对 家人是 是 比较不支持的 对但那个年代 你可想而知就是说 就这样的一个 一个新的东西 对 然后看起来既叛逆又反骨 所以 那个年代 的 长辈 不管是 师长啊 或者是 父母亲 比较 比较 没有办法去 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 观念上的认同 但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现在的 家长已经 就恨不得 你赶快把小孩送来 送小孩去学 对 去消耗他们的体力 然后 也认为说 学街舞 其实 你不只是学到街舞 对 你学到的是 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对 好比说我因为 学街舞 我开始做设计的时候 我每天都是做街舞的题材 所以让我会一直 就是 我想做这个 我想 我想 我想做一张 在转风车的图 我想做 很多跟街舞相关的设计 都是从这边发展的 都是从这边 这边开始 然后我那时候也接了 当时台湾第一本的街舞杂志的设计案 对 那是我大概二十岁的时候 接那本杂志 是五万块的酬劳 对 所以 其实他也 街舞这件事情也帮助 我很多 这些工作上的学习 那 还有包含我的英文能力 其实都是因为我 常出国比赛 对 所以我才 英文才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对 所以 其实现在家长送孩子学街舞 他不只 单单只是在学街舞 而是说他未来有可能成为 例如说 因为跳舞 所以他学到了 剧场设计 学到了灯光设计 学到舞台设计 他有可能 譬如说 有可能在某个艺人的演唱会上 担任这样的导演 这样的总监 对 他是有很多 发展机会 所以 真的是 现在跟以前 他可能只是一个出发点 对 后面的路可以走得很快 对 但我想回过头来了解 也就是说你在学皮皮舞的这条路上 你觉得有没有哪一个是你的人生的转捩点 或是你遇到最大的贵人 没有 其实我太太吧 对 因为 也是说 也是因为说 我太太的原因 所以我才觉得说 我应该应该要 很多 很多事情我都应该要 要往比较正向去发展 为什么他让你有这么大的转变 为什么他 因为 当然会想说 要 要 要 给 给他 好的未来 心理的责任感 对 心理的责任感 包含我 我有小孩之后 我整个人 也都完全不一样 甚至我抽了 18年的烟 我都戒掉了 然后也不太喝酒 所以 其实 这些都是蛮重要的转捩点 但是当然生命中的贵人 有很多 当然是会有很多 包含像是我 国中的老师 对 然后或者是我的 我的PV5的老师 美国的 他是美国的B-boy教父 他叫Ken Swift 贵人会有很多 那哪一个原因是让你决定 以把PV5当成你终身 要努力的一个目标 有没有哪一件事情 是让你有这样的转变 或下定决心说 我以后就是要往PV5这条路走 我觉得我比较像是 我知道我有能力 我有责任 然后 没有人做的时候 我就必须去做 大概在我大二吧 那时候我的舞团 我的工作是HRC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 老板是别人 但那时候就是工作是要倒 所以如果那时候收掉 我们可能证明你就不在了 嗯哼 那我那时候想法就是说 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念达尔文 那时候接很多设计啊 我是 对 以设计 就是做 做设计存了很多 很多 存了很多 蛮多钱的 对 那个时候我在实践设计系 然后在 曲家瑞老师的旗下学习 这样 对 那 那个时候 因为要倒了 所以我就想说好 那我就拿钱出来 嗯哼 我就开始 做经营 然后 也找人投资 对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变成 我大概就二十四 二十三四岁 我就变成执行长 啊 对 然后变成老板 所以我那时候大学的学业 我就 稍微先放着 就是 就专心 把HRC 这个 舞蹈工作室 还有把所有的 的业务 扛下来 做起来 嗯 大概是那个时候 就 就 对 就开始努力想说好吧 那 我就要先 我现在要把这个当做工作 嗯 然后好好做它 那就一路做到现在 那比较大的一个转折是说 就我觉得 在 这样的一个新的艺术 运动 其实很辛苦的是说 我们都没有办法专心只跳舞 我们必须要 哦 掃厕所啊 然后 设计招牌啊 设计船单啊 尼克表啊 什么都要自己来 然后结束 然后练下舞 两个小时 然后开会再开会 然后 然后可能再 你什么都要自己来 嗯 没有人 没有人帮你 然后你也 你也不知道 下个月的 房租你要从哪里生出来 所以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 那 我曾经是想要放弃跳舞 就是觉得哇天哪 真的太累了 你是说创舞台之后吗 还是什么时候 创舞蹈工作室之后 我变成指行长 变成老板之后 我是想要放弃跳舞 因为 你不可能又幕后又幕前 真的是累死 对 但是就是我的老师 那个美国的b-boy教父 Cent Sweep 对 他就跟我说 如果你真的喜欢跳舞 那你现在不跳 你何时要跳 所以我就会想说 其实回到初中 我并不是想要开舞蹈教室 我才来这个圈子 我是因为我喜欢跳舞 我才开了舞蹈教室 我才办了舞蹈比赛 嗯哼 然后一直到现在去做奥运 是因为我喜欢跳 所以 不管做什么事 我觉得最后都要回到初中 因为你才有那个energy 你才会知道说 哦 真正舞者们要的是什么 因为我还在跳 对 我可以叫得动你们 我也可以证明给你们看 或者你随时你要挑战我 我是没有问题的 等你来挑战 对 就是说 我觉得这样 你才有办法做出 好的东西 对的东西 嗯 霹雳舞啊 你练了 接触了霹雳舞的前后 你的人生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改变了我很多 因为我如果 没有跳舞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会 我会在哪里 因为 我觉得我的 我觉得我是一个 嗯 就是说 我可能是一个 有很多火的人 我需要把这些火消磨掉 那从这个PT5的battle里面 他其实是把我很多 这个火就是去释放掉 嗯哼 对那 那 也因为如此 所以我觉得它 让我越来越正向 对 不管是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啊你怎么下半天还在练舞 对我来说 练舞是放松啊 对 它不是一个压力的来源 对我来说 训练是放松 是 对我来说 我认为训练可以让我放松 让我count down 对 就人生就是你 不断地磨练 对 但你要找到 磨练对你来说是 是什么东西 而不是说 磨练是今天的工作 好累哦 好不想 好不想跳 那就会 那就会蛮 状况就会蛮不一样 对 你跳皮力舞这么多年 去过了五十几个国家 就可能是去比赛啦 当评审啦 教学等等的 然后甚至你还曾经就是 十多年前到现在 你致力于这个突破计划 我觉得这计划蛮有意思的 跟大家聊聊 这个计划 你们一开始发展的初衷是什么 那你们又做了些什么 这个计划大概就是 我们会挑选一些特定的国家 那可能发展中的国家 那我们会前往那个地方 帮他们办比赛 那那个比赛就是我们 台湾我们自创的一个 台北B-Boy City 一个世界大赛 所以等于说我在各国办资格赛 那冠军就会前往来台湾 参加这个世界大赛 世界总决赛 当然有很多地方 他们可能没有这些资源 所以他无法去办这些比赛 那我们就去前往 帮他们凑经费啊 然后甚至给他们很多 不一样的资源 协助他们把比赛办起来 然后再送冠军来台湾 因为其实 这个世界已经不缺任何世界大赛 其实缺少的是 一些地方的机会 在这些地方 其实永远 不会有人去关心 应该不是说永远不会 而是很少人去关心 那但是其实全世界都有人跳舞 然后也都有很有才华的舞者 所以透过这样的计划 我们不只带他们来台湾 我们甚至在当地办比赛前后一周 我们会去一些孤儿院啊 或一些偏远的山区啊 去教当地的孩子跳舞 叫他们画画 教他们这些意思 有没有哪些是你印象最深刻的画面 或故事没有在这当中接触到的 去了哪些地方 我们去了尼泊尔 去了布丹 去了非洲的乌干达 去了沙瓦多 中南美洲 普多里各 哥斯大里加 然后 菲律宾 越南 去了很多很多地方 但语言不见得通耶 但是你们靠舞蹈交流是不是 其实这是舞蹈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舞蹈就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其实很多 我以前不会讲英文 然后我就是照常都出国比赛 舞蹈就是我们沟通的语言 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地方 那透过这些舞蹈 其实就是 可能你当下 没有办法真的教会他太多的东西 但是你可能在他心中种下了一个街舞的种子 让他知道说 哇原来人生中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可以赋予他一个新的生命 让他往后的人生可能继续去学习 继续去启发 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计划 对大概就是这样的突破计划 也是你们回馈这个社会的一个方式之一 可以这样讲 其实年纪到了之后 就会觉得说 你可能要做一些 什么事情 那来 因为我觉得 就像我刚刚说的责任嘛 其实我们是有社会责任在的 那对于这个世界或对于这个 这个圈子 跳街舞的人 我们可以做什么的 如果我们可以做 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呢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李小龙 对 那后来是别人说我跳舞里面有武术的影子 所以大概在八年前 应该是在201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正式去学习传统武术 我本来脾气不是很好 所以我希望去找到一个东西 可以讨厌我的心灵 默默的 它就影响了我的舞蹈风格 那时候我也38岁了 那我就开始打比赛 老师你刚才前面一直有讲到说 你觉得PV5它其实是一项艺术 艺术表演 然后其实它也有很多不同的文化跟内容 这个元素的融合 那其实在你的舞蹈当中 可以看到武术这个影子 我觉得蛮有趣的 你那时候是自己也对武术有兴趣 才把它带进来吗 还是什么原因 对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李小龙 对 那后来是别人说我跳舞里面有武术的影子 所以大概在八年前 应该是在201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正式去学习传统武术 对 那时候就开始 就是找老师 正式在王真诚老师底下 学习太极拳 东背拳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内夹拳 传统武术 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脾气本来是很暴躁 我本来脾气不是很好 所以我希望去找到一个东西可以 讨厌我的心灵 当然也是因为我可能在练舞当中 也遇到了很多瓶颈 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习这样的武术 那默默的冥冥之中 应该是说默默的 就这样默默的 它就影响了我的舞蹈风格 而并不是说我硬生生去把它加入 因为不管是在老师的文字啊 这些武学 或者是在这些武术的拳架 拳套里面 就有很多东西跟我的舞蹈 就会很自然的结合在一起 那后来大概在四年前吧 大概是2018年左右 我就开始就又去学习了 这些所谓的现代的武术 不管是这种综合格斗啊 柔术角力或者是泰拳 那就把我两个不同领域的 武术的思维整在一起 就所谓的传统武术 所谓的现代的这些实用的武术 那整合在一起之后 我就想说那我就开始打看看比赛吧 那时候我也38岁了 那我就开始打比赛 然后一打就是也还不错 表现都还不错 因为应该没有人这样子 把这些统统结合在一起的 对不对 在这个圈子里头 我有一个乌克兰好朋友 他是这样 他是乌克兰的P5的国手 然后他是 也是那种综合格斗的职业选手 不多 这种人很少 但是他没有传统武术的背景 然后我是 我是都有 又有传统武术 然后又有这些所谓的现代格斗的武术 真的好特别 然后又跟舞蹈在一起 就 就我觉得 我觉得舞蹈 是让人们很有自信 你常会看到很多人 他可能私底下是一个样子 他上了舞台 怎么变成另外一个 发光了 对发光了 所以舞蹈带给我们的是自信 是 但有时候可能青少年或者是 甚至是说可能 甚至可能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有可能 他可能因为这些自信而带来了 有时候会变得 可能太过于 太过头 可能不小心他可能变成了自傲啊 等等的 说真的 我也曾经有蛮大头的时候 因为大家老师老师叫着嘛 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这样 但透过武术 其实让我更内敛 很多东西我学习到了要更谦逊 那 所以透过武术跟舞蹈的结合 我觉得 学到很多人生的道理 那就目前 从你一开始学舞到现在 你觉得台湾的这个霹雳舞的风气 你觉得改变最大的是什么 其实网际网路真的是改变了很多事情 你看我们以前从VHS的小代大代 你甚至不知道那卷录影带里面是什么 但是你就想 希望找到一片录影带是没有人 别人没有的内容 你就会想办法去挖 想办法去找 然后先买了再说 买到了买到了 但是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然后放出来看可能很棒 也可能不好 然后后来到VCD DVD 后来再到你在网路上看影片 你可能有个连结 然后点击下载 再后来到YouTube的时代 一直到现在短视频 不管是TikTok 或者是在这种 社交媒体上面的短视频 随时随地很容易看得到 所以其实 这些 资讯的爆炸时代 还有这些大量的资讯 随手可得的资讯 也让整个街舞 它是更 扩散得更快 年龄层拉得更广 可能最小三岁的开始学 老的六十几岁七十几岁 都在跳街舞 我觉得我很敢这样说 虽然它没有官方的数据 但我认为街舞是全世界最多人 在跳的一种舞蹈 所以 这样的媒体的扩散 让以前跟现在 你说PD5 其实我觉得最不同的就是 这些 这些社群网路 产生的现象 让 越多人对 PD5这件事 他们是 是 可以认同 就是一般人 想要 想要了解PD5 想要谈论PD5 想要看PD5 这是 就是 在我们那天 但是 是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 希望 这些 它是可以形成一个 形成一个产业链 那让 努力的舞者 努力的选手 他们可以专心在训练 那会做事的人 也可以专心在做事 透过舞蹈 可能可以发挥 你们的第二专场 不论哪一个时代 我觉得都是 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给予他们机会 让他们去接触 但是 不一定要逼他们有成就 那你自己对于这个圈子 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吗 接下来要登上奥运的殿堂 那 对于PD5的发展 你自己还有没有一些 什么样的想象或期待 没有 我觉得 接下来 PD5 在奥运的 这些发展啊 那 不论是说在 这些专业运动 或者是原本PD5这些 原本就既有这些文化啊 既有这些赛事啊 未来 我都很希望他们是可以 一起发展的越来越好的 而不是说 有了奥运 有了这些运动赛事之后 原本的就慢慢的四围 慢慢的没落了 我是希望这些 它是可以形成一个 形成一个产业链 那让努力的舞者 努力的选手 他们可以专心在训练 那会做事的人 也可以专心在做事 就不会像我们那个年代一样 就是 就真的是很苦 很辛苦 练舞 然后你又要 又要 要扫厕所 你要扫厕所 然后你 你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你没有办法专心 然后 然后 而且还有可能最后 你可能 必须放弃 因为你 没饭吃 所以 我相信 奥运它是会带来 这些 周边的效益 而且我也真的是 感受到了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不论是去2024的巴黎 或者是现在在 努力的2028洛杉矶 都是 我 有能力可以做的 那我就 没有能做 我就扛下来做这样 那你自己未来 还有些什么样的规划没有 我 我还是想打比赛 继续跳下去 是不是 我会继续跳啊 但是我因为我现在的位置 就是说 我其实我不应该再 在比赛 因为你 你又做这么多幕后的事情 然后又这么常当裁判 对 你再去比赛其实是 是很不好看的一件事 就好像 就好像 球员间裁判 对 所以 所以 所以其实我 我内心还是有火 所以那把火 就放到了 放到了 武术 放到格斗的殿堂上面 就是 对 对 我其实还是想 我是还是很想打比赛 但你下去比赛 就没有敌手了 怎么办 不会啦 还是 台湾有很多 都有很多优秀的选手 是 你太客气 不管是武术或者是舞蹈 都有很多很 很优秀的选手 对 我年纪是稍微 长了一点 但我觉得我是 是可以 透过训练 我觉得我是可以继续 继续地 燃烧下去 对 对 那一定很多 爸爸妈妈现在对于街舞 或许还不是那么了解 那有一些年轻人呢 也的确是很喜欢 你对于 这样子的状况 你自己会有些什么建议 如果想要继续往街舞 往拼力舞走的孩子们 其实我给他们的建议是 学习 一定要找老师 尤其是初学者 因为这样会 第一个 这样才会安全 不会说在 不安全的 环境或状况下 学习了不正确的知识 就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这样过来的 就是硬练 然后所以 我的身上也蛮多的伤 那其实PT5 它并没有这么的危险 不像大家觉得说 你转那样 撑那样 其实透过正确的训练 它是 我觉得它算是安全的 一门运动 文化艺术 所以 如果孩子想学 如果父母亲想要给孩子学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 坊间有非常多 优秀的舞蹈教室 我都非常非常地推荐 那 第二个就是 当然 我看舞要跳 书要念 那 透过舞蹈 可能可以发挥 你们的第二专场 像我说 我刚刚说的 因为舞蹈 所以我的设计 我的英文 还有我的 所谓的 我的世界观 可能就 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好 这些都是 不管是家长 或者是孩子 他们是 可以去 循序渐进 去得到的 这些 学习街舞 学习PD舞 得到的收获 那 不管 如何 我觉得身为家长 给予孩子 最大的支持 是我们 这个世代 或者是 不论哪一个世代 我觉得都是 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给予他们机会 让他们去接触 但是 不一定要逼他们 有成就 我给我的孩子 也是这样 我会让他们去 学习各种 他们想学习的 才艺 让他们开发自己的兴趣 就算他 最后不喜欢PD舞 我也不会逼他 那我也不会去 你一定要去参加比赛 而是 告诉他 比赛有什么 那你可以选择 要参加不参加 那如果你要参加 就是全力以赴 今天非常谢谢柏君老师 现身说法 他自己用霹雳舞 有舞蹈反转人生的故事 非常精彩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也祝福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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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名人好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的话 欢迎上Podcast的收拾 云上头有更多精彩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回再会 Yo 我是Be With Bojan 陈柏君 十年摩一箭 一件事情专心做十年 必定会成功 Pea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